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许多极其低调的人 他们平时都不显山不漏水 哪怕在去世之后也不想引起别人的重视 只想低调办理告别式 让自己静静地走 而资深艺人陈莉莉显然属于后者 陈莉莉出生于1951年 于1968年加入火牛艺工总队 随后展开演艺生涯 并在当年得到文艺金像奖竞赛 最佳女主角奖项 她早期生活辛苦 外地小孩没有太多出路 会读书的就去念师范学校 考公务员 不会读书的几乎只有三种可能 念军校 滚黑道 唱歌演戏 而陈莉莉走的显然是第三条路 性格豪爽能歌善舞的她 又长了一张可男可女的俊美脸庞 很快就从义工队的舞台跃上电视荧光幕前 后来在1975年的时候 陈莉莉以成名作烟织虎走红 之后在电视剧《四大美人》中扮演杨贵妃 还出演过其他多部影视剧 不过都是些女性角色 名气也未达到巅峰 真正让她在演艺圈大红大紫的 是1980年华氏黄梅调电视连续剧《江南游》 陈莉莉在剧中反串了《小王爷》一角 在她气宇轩昂的男性装扮下 却又柔和着女性独有的柔美特质 使得她在迅速走红的同时 还为自己赢得一个《小王爷》的称号 由于其男装扮相很特别 出奇地深受观众喜爱 便趁着火热 在短短数年之内 陈莉莉陆续演出了《一龙四凤》 《龙凤城翔》等剧 且都是以反串角色出演 也因她独一无二的气质 市迷们还笑成她是当家小生 当时与她同剧出演的男性 个个都是自惨行贿 直呼气人 从业多年 陈莉莉一度横跨电视剧 电影 舞台剧 及唱片四个领域 且皆是有所成就 在八十年代初期 她简直就是呼风唤雨的电视剧星 曾有电视台主管私下开玩笑说 《华视新盖的大楼》 其中有一整层都是靠她赚来的 在长达四十年的演艺生涯中 陈莉莉一共演出超过三十部电视剧 也在十多部电影中担当过重要角色 因能演又会唱 多部连续剧的主题曲她也都自己唱 所以在演戏事业之余 陈莉莉还曾发行过七张专辑 像是她在1976年主演的 华视八点党连续剧《梦丽君》 同名主题曲就是由她所唱 且由于朗朗上口传唱度颇高 而在1981年的时候 陈莉莉还曾入围金钟奖最佳女演员奖 后来更是眼而幽则倒 开始参与制作戏剧 因为她制作功底也颇为扎实 1984年时 曾获得华视颁发的 华视电视制作人奖 并奖励她制作《烟语江南》一句 信属陈莉莉的一生 可谓是作品无数 还创造过不少记录 演艺事业相当亮眼 不过感情中的她 却是一生未婚 而当年和蒋伟国这段相差 35岁的忘年恋 尤其让人感到遗憾 根据媒体爆料 郑佩芬曾在书中曾写道 蒋伟国对陈莉莉的疼爱 像女儿也像情人 当时的陈莉莉身为演艺人员 通常迟到 而且生活作息 沉昏颠倒 三餐又不固定 但军人出身的蒋伟国 对她却是完全包容 不管约会碰面 还是其他行程 全部都任由陈莉莉高兴就好 她甚至经常把家里的大厨 带到陈莉莉家中 只为替她宴请宾客 此外 也时常赠予她金卡及信用卡付卡 将满珠宝的俄罗斯特色 弹型首饰包等 可见她在蒋伟国心中所占的位置 有一次 陈莉莉在请客吃饭的场面中 被朋友起哄 快请蒋伟国来 她先是撒娇地说 她那边应该快要开饭了 然后又半推半就地打了电话 没想到电话那头的蒋伟国 只是交代 等我半小时 随后不到半小时就赶到了现场 而除了蒋伟国细心呵护陈莉莉 陈莉莉也时常关心 蒋伟国的日常起局 但因为两人并不能经常在一起 也仅限于口头问候和关心 可事实上 尽管陈莉莉在戏中扮演的小王爷 总是冰雪聪明 能够在复杂的案情中抽丝剥茧 找到真凶 又能周旋在多位红粉知己之间 掩人是智商与情商双高的代表 但是在现实生活里 她却天真的犹如少女 陈莉莉真心相信 有一天蒋伟国会为她 与妻子邱爱伦离婚 而她将会成为第三位蒋伟国夫人 但这美梦却被好友林波给点醒 当时林波见她想搭机前往高雄 探视在屏东举行汉光演习的蒋伟国 于是告诉她 像蒋家这样的门地 尽管她再宠爱你 也是万万不可能迎娶像你 这样一个艺人进门的 此外 当时虽然两个人的恋情 朋友们都清楚 但其实一直有网友怀疑 她和蒋伟国之间 到底是恋情还是友情 直到后来 妹妹陈莉华出面证实 姐姐陈莉莉与蒋伟国 曾经确实是往年的红粉知己 你说当时蒋伟国对姐姐非常好 大家这才知道内幕详情 只是这段难得的感情 终究只是陈莉莉的一厢情愿 最后落得无疾而终的结局 不过鲜有人知的是 其实在与蒋伟国相识之前 陈莉莉就有过一段短暂婚姻 她曾与香港电影工作者陈浩 结为夫妻 而且当时刚好潘因子 嫁给陈浩的哥哥陈洪烈 让他和潘因子一度结为轴礼 巧合的是 这两对圈内夫妻 最后都走上离婚意图 离婚后的陈浩 气影从商并远及海外 陈莉莉则一演出江南游的小王爷 共遍半边天 潘因子也到台湾拍剧 与陈莉莉一个在华市 一个在中市 各自拥有一片天 不过这两位的互动很少 离婚后便不再有所往来 而他们俩唯一的默契 便是婚姻破碎后 借以酒精麻醉伤痛 赔上健康 可爱一生的陈莉莉 在感情上从未有过结果 不过幸好有心爱的妹妹 一直相伴左右 但是在生活中的她 除了喝酒还喜好抽烟 且患有高血压和高血糖 甚至在2004年7月 被爆出因初血性脑中风住院的消息 紧急开刀治疗后 手术十分成功 但陈莉莉几乎丧失了行动能力 此后借以轮椅代步 而在之后数年 又有过几次小中风 在此期间她中风的后遗症 不但无法解除 还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重 从行动不便到脑神经受损 出现失语 肝神功能失常 大小便失禁等各种健康问题 人生完全没有生活品质可言 而到了2017年 陈莉莉终于病逝于万芳医院 终年66岁 当时有媒体报道 她是因不敌寒流来袭 血压一度飙到200多 家人在发现她出现意识昏迷 呕吐等症状之后 才紧急将她送往万芳医院急诊 奈何最终仍旧不敌病魔 据其妹妹陈莉华引述 陈莉莉过世前 家人还带她一起去福龙饭店用餐 用餐的时候 她什么都爱吃 还想抽烟 家人想来应该是回光返照 但她走时很平静 一点痛苦都没有 十分有不报 在姐姐刚去世的时候 妹妹陈莉华还透露 陈莉莉过去不太忌口 妻肾已有七年 身体一直处于崩溃边缘 而陈莉莉过世后的遗产 都是陈莉华替她打理的 陈莉华也仅遵姐姐医院 捐出480万港币给大宝法王 而且在整理姐姐的遗产时 陈莉华发现 陈莉莉有一堆借据支票 还有价值8000多万未上市的股票 若时都收回 则能够捐上上亿元 不过陈莉华认为 人走了就什么都带不走 还说那些要不回来的 也算姐姐生前做好事了 姐妹俩的善行 让亲友得知后相当感动 自身媒体人高艾伦 也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此事 直呼 要向两姐妹敬礼 感叹道 希望人人都对德性有感 一爱人间 可知意行难 能做到的没有几个人 所以倍加尊重 除此之外 妹妹陈莉华还表示 陈莉莉在生前就曾捐出上亿元 弘扬活法 最后只剩两三千万元的存款 而且陈莉莉的干弟弟马丁强 多年前就开始每个月都资助她 但医疗与生活资源还是很匮乏 对于其他遗产 陈莉莉早在去世六年前就已经委托给律师 让她和马亭强处理分配事项 关于陈莉莉留给世间最后的话 经由陈莉华转述我们得知 她从来没想过要沉重地跟大家说再见 所以不办告别事 遗体火化后 则是与陈妈妈同样葬在阳明山的家族陵墓 或许大家都很难想象 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大明星 临走之际竟然会如此低调 不过联想到她生前的捐赠行为 也足以理解她心中的大爱与无私 而这样一位胸怀善意的善人 也一定会被大家永远记在心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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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